好,各位同学 那么现在我们正式开始我们这节课的内容 之前的课程里面我们测试的时候 都是用浏览器去测试的 但是浏览器是有这个问题 你去做GET接口的测试的时候是可以的 因为我们直接在浏览器里面输入的网址 都是发送的这样一个GET请求 但是如果我们要去这样测试的POST 甚至是Delete 还有这样的一个POOT接口的时候 浏览器就搞不定了 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安装一个比较专业的接口的测试工具 好,那么我们来一起看一下 这个是POSTMAN的官网 那么它有很多种类型 之前的POSTMAN是一直是谷歌的一个常见 但是它现在也有它独立的这样的一个APP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下载对应的版本 这里我下载的是这样的一个Windows64位的 下载的过程就不给大家演示了 大家下载了之后自己安装 这个APP的安装是非常简单的 几乎什么都不用配置 下载并且安装完成了之后 我们打开POSTMAN的工具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基本使用方法 那么基本使用方法和我们在浏览器里面输入URL访问接口 是没有太大区别的 就是在这里去建入一个URL 但是这个仅限于GET的操作 我们可以点击这里大概看一下 它除了GET之外 还有POST、PUT、Patch、Delete等等很多的这样一个HTTP类型 我们可能常见的就是这个GET和POST 但是我们在后面去讲这个REST API的时候 会给大家来介绍这样的一些不同的HTTP 请求类型的一个区别 好 那么我们可以在这里访问一下我们的接口 z.cn 然后是simple 然后testhello 好 我们回收一下看一下 这里和我们的网页一样 这里也显示出了hello7月这样的一个字符串 好 那么具体的这样的还有很多的一些用法 比如说在这里配置HIDER 还有说比如说在POST的上面 它可以去设置这样的一个BODY等等的很多的用法 我们放到后面我们具体的实际的操作中用到它的时候 我们再来讲解这样的一些使用方法 那么这里给大家介绍的是一个比较实用的功能 我们在后面要测试许多的接口 那么如果我们POST上面没有一个收藏的功能的话 后面结果多了之后我们的输入是很繁琐的 所以说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个比较好用的功能 比如说你在这里输入了一个URL 那么你现在想把它给收藏起来 那么就点这边的Save 点了Save了之后 我们可以在这里输入一个新的集合的名字 比如说我们叫做Simple 好 那么点击Save了之后 这里就出现了这样一个Simple的文件夹 那么它下面就是我们当前的URL 下一次你再来测试的时候 就直接的点这个地方 就可以打开这样的一个URL路径了 好 那么这个是一个收藏的小技巧 然后如果你比如说你有很多台电脑之间 想同步这样的一个URL的收藏 那么你可以在这里登录 登录了之后 是可以在多个Postlement之间去同步你的这样的一个收藏的 好 那么关于Postlement 它这个工具本身来说的话比较简单 那么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好 同学们 那么本节课的内容我们先到这里 我们下节课再见